嗨大家好我是YG 月中快到了 又到我們每個月一次的遊戲月報 今年5月雖然說遊戲也是蠻多種的 但大部分是屬於過去遊戲的remaster 重製或是延期到下個月才發布的遊戲 不過其中幾款我自己也是蠻期待的 大概有兩三款會加入我的5月遊戲行程裡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幫大家精選了18款 全平台新作推薦 老樣子啊最後的色色遊戲 當然是也不會少的喔 不過只分享色色遊戲照顧各位的眼睛 或許還差這麼點意識 考慮到大家的身心健康 滿足到各位的激動情緒 這次YG我跟紅犀牛來了一個深度交流 為大家制定了衝一波的最佳方案 和最強美腿新有菜聯名打造的出白之心 超軟Q的材質加上內部的特殊性設計 產生出了一種名為愛的電流 讓你酥酥麻麻翻白眼 當你打開包裝你還會發現 內藏驚喜啊 新有菜的簽名卡磚等你來拆封 帶你開啟從未體驗過的新世界大門 那如果三次元人物無法讓你滿足何不連二次元也一起納入麾下呢 排球妹小島不美讓你知道什麼叫做 踏入現實的二次元體驗 欸你各位不要小看他喔 區區的高中生就將排球記憶戀的如火純青讓你浴火分身 一道道精心設計的關卡讓玩家層層突破成就感滿滿 像說面對排球學妹你各位 肯定是無法大戰個300回合啊 早早就剿械投降 但絕對會讓你輸得心服口服 讚嘆排球妹的高超球技 當然如果排球妹的關卡出現了設計瑕疵 讓你去卡BUG 紅犀牛他們還提供了最強的一年保護 外加5%的現金回饋啊 各位還在等什麼 還不趕快點擊影片說明欄的好康連結 到紅犀牛去請教不同類型的身心理導師 來好好保養自己的聖劍吧 地獄之刃2 賽努亞傳奇 先來說一下一代好了 一代賽努亞的獻祭啊 在音樂畫面還有故事上都有著不錯的表現 在當年TGA榮獲了最佳音效 演出還有最具影響力遊戲等獎項 不過說實話要玩這款其實還蠻看人的 表面上它看起來是一款黑暗奇幻風格的動作冒險遊戲 但實際上遊戲的主角有著非常嚴重的幻視跟幻聽 你在玩的時候常常會有人在你耳邊滴雨 讓你體驗到精神疾病患者的世界 了解他們的痛苦跟無奈 所以之前這款又被稱作是精神疾病模擬 不過我個人覺得這就跟有些人不愛玩恐怖遊戲一樣 很吃類型 在玩的時候你可能會感到異常的煩躁跟不安 但假設你真的感到不安了 那正是這款遊戲 他們在故事和氣氛沉浸感的塑造成功的證明 那這次2代的背景是轉移到10世紀的冰島 這時候的冰島設定上是一個被神話跟暴政樓令的是非之地 玩家要以賽努亞經歷精神疾病的雙眼跟聽覺來去體驗其中的故事 不過不得不說這次的畫面真的是很頂 從預告片來看裡面的人物都跟真人一樣超像在看電影的 與其說它是一款遊戲 不如說這個遊戲已經偏向是一個藝術作品了 萬劍啟發3又翻作家園3 是一款太空題材的即時戰略遊戲 說到這個IP可能長輩們會比較清楚 畢竟這款在RTS類的遊戲裡面的題材算是蠻有名的 除了1代跟2代過去也曾發售過千傳卡拉克沙漠跟重製版的合輯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當時的重製版沒有中文 到了這次3代總算是有了 那這次的故事背景是承襲了2代故事的10年之後 以巨石這個太空遺跡為戰場 利用它的3D地形來思考如何去埋伏敵軍 或是在敵軍的猛攻下去深入敵因 這些都考驗到各位身為指揮官的能力 同時這次3代還新增了全新的三人合作模式 讓你可以跟朋友討論戰術一起合作 也有官方認定的MOD商店讓玩家自由編輯 哇這不免讓我想到現在2代的鋼彈模組 真超好玩的 紙片瑪利歐RPG重製版 哇這相信是不少人的童年吧 原作是在2004年魚刃天堂的KMQ發售 主要玩法就是操控變成紙片的瑪利歐 為了去尋找碧姬公主來到了惡棍陣 收集了7顆星之石打開千年之門的故事 那畢竟是RPG嘛 所以路上會遇到各種不同的NPC 有些可能會去幫助你成為你的夥伴 或是有些可能會去提供你各種事件 如果遇到了戰鬥就會以劇場為舞台 在關鍵時刻按下攻擊鍵就能給敵人造成傷害 或是炒熱台下觀眾的氣氛 總之啊我只能說真不愧是老任啦 前幾個月才剛有了一個超級瑪利歐RPG 現在又來了一個穿越20年的冷飯 不過這樣也好啦 重製版加官方的版中版 也能讓現代小孩體驗到我們小時候的樂趣 明朝 嚴格來說這款算是手機遊戲啦 但既然他都同步出在PC跟PS了 那我就一起介紹吧 前陣子台北電玩展 我有去他們的攤位玩了一下 所以耳元那陣子也有拿到了三檔封測的資格 那我自己玩下來的心得啊 總之就是一款開放世界的動作遊戲 那我玩了大概10個小時左右 可以明顯感受到他的世界觀非常非常宏大 有各種專有名詞啦 並且他在美術還有音樂啊 戰鬥打擊感等等的質量 咳咳咳 不是說品質都很不錯 戰鬥系統也挺有趣的 可以利用閃避啊 QTE或是共鳴還有身骸技能 來去打出華麗的連擊 不過這個遊戲雖然說是手遊啦 我還是覺得在電腦或是主機上來玩會比較爽 畢竟最近的手遊性能越做越好 手機都快hold不住啦 總之這款我應該會小玩一下之後 有興趣再跟大家分享 大家有興趣呢反正下載也不用錢嘛 再來玩玩看 OK的 惡夢卡丁車 原名血緣卡丁車 是由血緣詛咒的粉絲以PS1的風格去打造 將賽車跟魂系遊戲去進行結合 像是你在尬架的時候 不僅要把敵人的血條打空 還要像血緣一樣去閃躲惡意啊 閃避關卡裡面滾過來的石頭陷阱 原本是預定在今年的1月免費上市 不過後來他們收到了SIE的信 所以要求把血緣的商標給拿掉 因此才改名叫做惡夢卡丁車 是這個月的免費遊戲 地球再次變四方 數位方塊地球防衛軍2 這款也是以3D方塊像素風格的方式 去呈現地球防衛軍系列 數位方塊地球防衛軍的續作 原本一代的結局是讓四方的地球恢復原狀 結果二代又出現了全新的敵人蓋亞克 再次讓四方的地球變得十分五裂 所以我們玩家就是要以3D動作射擊的玩法 去集結所有EDF包含本傳地球防衛軍6的 總計超過100位隊員還有超過100個任務 來去阻止敵人的入侵 永恆未然流光 是永恆未然的最新作品 這是一款以潛水員視角在海中探險的冒險遊戲 流光的冒險舞台是在迷霧海 這個是一片每次你潛水下去 一樣貌都會不同的秘密海域 那玩家要做的事情就是在這個迷霧海 去收集各種海洋生物的資料 據說遊戲本體總共超過500種海洋生物 而且最多還支援30人連線遊玩 你們可以一起去拍照一起探索 或是分工合作看誰先找到稀有的海洋生物 不過我自己是蠻好奇啦 這款畫面看起來雖然是不錯 但以Switch的性能來看 30人連線真的跑得動嗎? 九魂的九遠 是一款2D橫向卷軸式的動作遊戲 故事是在講貓咪九遠 他為了去回到世主所在的縣市 所以必須在冥界裡面想辦法去打開冥界之門 比較有特色的是這個遊戲 他是用減指揮的方式去呈現 設定上也蠻有趣的 九遠畢竟他只是一隻普通的貓咪 所以很容易死掉 但是可以去透過獸魂回生這種神奇力量 不僅能復活還能吸收不同動物的靈魂 去使用各種動物的技能 最後還有一種型態是人型的夜魔型態 利用這些能力在九條命都耗盡之前 離開冥界回到主人的身邊 勇者鬥餓龍時覺醒的五種族 是基於線上遊戲勇者鬥餓龍時開發的單人版本 原本是在2022年的9月上市 但只有出日文版 這次終於是有中文版了 不過之前日版是已經連DLC都推出來了 這次中文版目前來看應該是沒有包含DLC 也不確定說之後會什麼時候推出 總之玩法上還是勇者鬥餓龍經典的RPG回合制玩法 主要故事在講主角他們要去遊歷五個不同種族居住的大陸 並且去跟遇到的夥伴一起去拯救被魔藏侵蝕的世界 如果你是喜歡DQ系列玩家 或是說之前也沒有玩過中文版 那可以考慮看看要不要入坑喔 《伊蘇回憶錄 菲爾加納的死約》 是由2005年發售的原作去進行的HD處理的Remaster版本 比較大的差別除了HD圖像 還有所有事件過場都新增的全語音 戰鬥速度也可以調成1.5或是2.0倍數 也有新增新手輔助功能 還有跟經典懷舊或是現代版本兩種模式的切換 不過這款是當年伊蘇三代的重製版 同時也是伊蘇系列裡面公認最難的一代 所以要入坑除非你是伊蘇老粉啦 不然剛接觸的玩家要入可能是有一點難度喔 《對馬戰鬼導演版》 時隔快4年 當年那個莫名被最後原諒者2打敗的對馬 終於也要移植PC了 不過老實說都過了這麼久 應該已經有不少玩家打通 甚至PS Plus還可以免費下載 這次PC最大誘因應該還是在模組的方面喔 但有沒有熱情的玩家願意去製作又是一個問題 不過好消息是價格跟當初相比是沒有到很貴 也有收錄本篇跟DLC還有多的模式等等 如果說你當初錯過了 而且也沒有PS的玩家想要去追求更高畫質 那這次是時候該考慮加入囉 《監獄建築師2》也是一款年期作品 原本是預計在今年的3月發售 後來改成了5月發售 簡單來說這遊戲就是監獄模擬器喔 要以點獄長的身份好好去管理監獄 感化每一位囚犯 之前2015年發售的1代他的評價其實還不錯 這次2代最大的改變就是把原本2D的圖像進化成3D 喜歡玩模擬遊戲的玩家可以去試試看這款 《圖變紀元》是這個月預計移植到NS主機上的開放世界動作角色扮演遊戲 不過老實說這款在當年其實評價還蠻微妙的喔 原本是在2021年發售 準確來說應該說是拖到2021年 他原本最開始預計發售日期是2018年直接拖了3年 結果上市之後也沒有到很符合玩家的期待喔 反而回想上是比較平淡一點 尤其在打擊感上很多人都覺得偏弱不踏實 遊戲的風格上也更偏向是剛接觸開放世界的玩家 或是比較兒童向的開放世界遊戲 那剛好啦這次是出在NS掌機上 或許讓小孩先接觸看看開放世界玩一玩也不錯 《命璇一任》 這是一款一對一的劍術格鬥遊戲 遊戲主打的是將日本武士跟賽博龐克元素進行結合 衍生出來獨特的世界觀 像是他的角色造型有很多是偏向武士 但也有龐克造型的武士 或是說他的BGM你去聽聽看PV就知道了 他是有那種賽博龐克的味道 不過這遊戲難度其實不低喔 因為是主打一刀必命 劍招拆招的玩法風格 如果說你是動作苦手那我不推 但如果是動作派玩家那到時候可以去嘗試看看 Waitman's World Retry也是一款移植作品 當年2010年年在NDS主機上推出 還算是小有名氣的一款JRPG 這次Retry版本是在保留了原作點陣圖的風格下 畫面進行的HD的大翻新 主題曲也經過了重新製作 玩法上就是經典的RPG跟戰鬥回合制 跟勇者鬥龍稍微是有那麼一丟丟像 但重點是我們派出去的角色都是人造人妹子 這些人造人不僅可以去培養能力 還可以去吸收怪物的力量 繼承他們的屬性技能還有狀態 如果你是喜歡GRPG的玩家 千萬不能錯過唷 業主崛起 這款大家應該也都等很久了吧 原本他是在2022年於PC上發布了搶身體驗版 直到今年5月終於要推出完整版了 另外有消息說遊戲也會在之後登陸PS5平台 那這款在2年前的評價真的是蠻不錯的 主要玩法是比較偏向是工藝生存 需要去打敗頭目獲取相關的配方 或是建造各種工藝設施來去打造裝備還有打造房子 不過必須要注意的是 這個遊戲他不僅是可以1-64人多人連線 他也算是一款PVP遊戲 所以我們在農自願的時候 除了要注意頭目 也要小心一下附近可能有其他玩家在虎視單單啊 總之這個遊戲我會覺得算是工藝生存裡面蠻推的一款遊戲 尤其是跟朋友一起玩就會更好玩了 這次完整版終於要推出 是不是該推跟你的朋友 或是跟曾經的戰友一起回鍋了呢 網路奇兵重製版 先前是在去年的5月登上了PC 今年的5月則是終於要登上了家機平台 不過原作他可是一個跨越30年的遊戲 是在1994年首次發布的一個很經典的一款遊戲 故事主軸是在講一個瘋狂的AI殺彈 他控制了整個太空戰要塞 我們玩家就是要深入太空戰跟各種AI敵人對戰 阻止殺彈去毀滅人類 有一點科幻風2077的味道在 玩法是以第一人稱為主 有戰鬥有解謎有時荒 你也可以去把它當作是一款射擊遊戲來玩 好的那最後就讓我們來聊聊這個月的射射遊戲吧 蘇星女朋友2這個系列在小黃油裡面 其實還算是蠻特別的 他總共有分成三集 然後三集都在講不同女朋友的故事 並不是像一般美少女遊戲那樣子 給你幾個妹子按選項去走不同的路線 那這次在Steam發布的國際版是第二條線 也就是第二位女主角瑪雅 老樣子男主他又是一名日本高中生 結果有一天發現這個瑪雅的身份並不單純 他是一位可以去驅動暗黑力量的魔法少女 結果不知道是怎樣的陰錯陽差之下 男主就不小心變成了瑪雅的死魔 不僅要去跟瑪雅一起對抗魔神 還要定時從瑪雅那邊吸取魔力 至於是哪一種魔力 我們就等之後再好好的研究研究吧 不過這款我倒是覺得你也不一定要現在就買啦 可以等到三部曲都出了在一起去買 合集可能會稍微比較便宜一點 好的那以上就是2020年5月份幫大家整理的18款遊戲啦 不曉得大家對於哪一款遊戲有比較期待的 或是你也期待哪一款但我沒有介紹到 那也歡迎在留言區跟大家分享吧 那如果你喜歡這次的遊戲月報 也歡迎幫我按個讚或是分享給你的朋友 當然不想錯過之後更多的影片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